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龙托邦 2006年10月6日 马来西亚警方在雪州沙拉南地区的一处茂密丛林里面 发现了一具人体骨骸 确切地说是一具被炸的粉身碎骨,散落四处的骨骸 至今为止,十几年过去了 蒙古女郎阿丹土阿的父亲仍然在为女儿的案子四处奔走 他认为真相还没有浮出水面 真凶还在逍遥法外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轰动一时的马来西亚蒙古女郎案 阿丹土阿出生于1978年 是个蒙古美人 早年时期因为父母在俄罗斯工作 阿丹土阿也在那里长大接受教育 聪明伶俐的阿丹土阿精通蒙古语、英语、俄罗斯语、汉语 还会一些法语 1996年阿丹土阿回到蒙古 几年之后嫁给了蒙古的一位歌手 这也是他的第一段婚姻 1996年两个人生下来的一名儿子 可是这段婚姻没有维持几年就已离婚收场 此后阿丹土阿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居住 后来阿丹土阿只身一人去法国 短暂进修了模特课程 返回蒙古之后 阿丹土阿与一位著名设计师的儿子结婚 2003年两个人又生下来一名孩子 可是这段婚姻也在两年之后已失败告终 此后阿丹土阿带着两个孩子和父母一起生活 虽然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但是精通多国语言 长相可人身材曼妙的阿丹土阿 在蒙古仍然是一位社交名媛 2004年阿丹土阿在香港的某个舞会上 邂逅了阿都拉萨巴金达 名字太长咱们就叫他老金吧 老金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军火商 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分析师 和马来西亚很多高官政要都有来往 而老金是一个有妇之夫 也就是说阿丹土阿成为了老金的情人 两个人的关系日渐亲密 有时候老金跟自己的朋友介绍的时候 会说阿丹土阿是自己的蒙古太太 老金作为军火商一直都想做当时 马来西亚副首相纳吉的生意 可是人家堂堂副首相什么没见过 该怎么讨好呢 思考之后老金觉得英雄难过美人观 于是就决定将自己的情人阿丹土阿 献给当时的副首相纳吉 有人可能会说了 小婚那都是朴风卓影 不是真的 别着急 是有证人的 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 2005年3月 阿丹土阿和老金畅游欧洲 但他们此行的目的 并不单是为了享受美好时光 更重要的是以 纳吉军火买卖中间人的身份 跟法国潜艇制造局 商讨一份潜艇购买合同的细节 2002年6月 马来西亚与法国潜艇制造局 签署了一份总价值 10亿3500万欧元的合同 来购买两艘鱿鱼型潜水艇 当时纳吉担任的是 马来西亚国防部部长 两艘潜艇是买回来了 但价格要比最初合同的定价高很多 根据2010年 马来西亚国防部公布的数据 在这两艘潜艇上的总花费 达到了13亿4千万欧元 按照当时的汇率和67亿令吉 而且这两艘潜艇 完全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 用马来西亚人自己的话说就是 这是一艘潜得下去 扶不上来的潜艇 说白了就是一堆 极其昂贵的破铜烂铁 军火商老金从这单生意中 获得了1.14亿欧元的佣金 和5.7亿令吉 如果说老金真的是用美人计 拿到了纳吉的这单生意的话 那么马来西亚的纳税人 就为纳吉支付了巨额的嫖资 然而老金和阿旦图亚的关系 也因为这单生意而破裂了 老金曾经承诺在事成之后 会分给阿旦图亚50万美金 阿旦图亚的儿子有残疾 母亲也身患重病 需要支付医疗费 对这笔钱可以说是望眼欲穿 但这老金最终没支付阿旦图亚这笔钱 势单力薄也没有任何背景的阿旦图亚 寻找自己的情夫要回这笔钱 2006年10月 阿旦图亚在自己表妹不满的陪同下 来到了马来西亚 但是不管阿旦图亚怎么纠缠 老金就是死死的捂入自己的钱包 死活都不给钱 不仅如此 在此之间阿旦图亚还感觉到自己时常被人跟踪 2006年10月19日 阿旦图亚来到当地的警局去做了一份备案 他声称自己只是一个被情夫骗了的可怜女人 现在情夫甚至要把自己送进监狱 或者把自己给弄死 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出了事 让警方务必要去调查自己的情夫 也就是老金 就在阿旦图亚去警局做备份的当天晚上 他又出现在了老金家门口 当晚9点 阿旦图亚被两个陌生男子给强行带走 从此下落不明 在酒店等待的表妹见姐姐迟迟未归 赶紧就向当地的警局报警了 两周之后 2006年10月6日 马来西亚警方在雪州的一个PMP森林里面 发现了一些疑似人体碎片的组织 经过了8个小时的现场勘验 警方确定死者就是阿旦图亚 警方推测 阿旦图亚先是遭到了枪击 此后歹徒将他绑在了树上 用了三枚军用炸弹 把他炸得粉身碎骨 这杀害手法可以说是极其残忍 令人发指 因为阿旦图亚是蒙古人 而这起案件又发生在马来西亚 顿时就激起了蒙古国民的不满 要求马来西亚政府给出来一个交代 几周之后 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两名警察 认为他们是谋杀阿旦图亚的主犯 两个人分别是警察总督阿兹拉和下属西鲁 这两个人此前都接受过 特种部队的专业军事训练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他们谋杀阿旦图亚的时候会用到军火 而此二人除了警察的身份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当时副首相纳吉的保镖 阿兹拉成为警察总督 在同僚眼中是一个能力非常强 带人很友善的好长官 以至于他刚刚被捕的时候 周围的亲属和朋友都觉得 该不会是抓错人了吧 而比起这些来说 让警方更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点是 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谋杀阿旦图亚呢 他们俩甚至都不认识阿旦图亚 此时警方想到了 阿旦图亚马来西亚的情人老金 他们想会不会是老金收买了阿兹拉和西鲁 想让他们俩帮自己解决到这样一个大麻烦呢 2006年11月15日 阿兹拉和西鲁因涉嫌谋杀阿旦图亚而被起诉 2007年老金也因教唆杀人而被起诉 2007年6月19日 蒙古女郎阿旦图亚案正式开庭审理 法庭一共传叫了84名证人 历经了151天的审讯 就在2008年7月 一个关键性的证人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老金的私家侦探 他名叫巴拉苏巴马连 名字太长 咱们就叫他小巴吧 小巴是印度裔马来西亚人 曾经是一名警员 退伍之后就成了一个私家侦探 他曾经受雇于老金 来阻止蒙古女郎阿旦图亚的骚扰 在此期间小巴曾经不止一次的劝说老金 让他报警 但老金说不要报警 目的是为了不想牵连上头的人 在阿旦图亚被杀之后 2006年11月 小巴曾经被警方逮捕 要求路过口供 当时他把一切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可是在签字画押的时候 小巴发现自己口供中被删掉了很大一部分 而被删掉的部分 全部都是跟副首相纳吉有关的 2008年7月3日 时隔一年半之后 小巴发表了一份宣誓书 揭露了在最初口供中被删掉的 与纳吉有关的细节 小巴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纳吉与阿旦图亚不正当关系的最主要证人 这份宣誓书的内容非常的长 我把原文的链接放在下面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有很多人认为小巴的这份宣誓书 才真正的还原了阿旦图亚死亡的真相 我把重要的信息整理出来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巴于1981年加入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 于1998年退伍 后来成为了一个私家侦探 2006年10月5日 小巴收骨于老金来保护他的安全 当时老金正受到阿旦图亚的骚扰 小巴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老金说 这蒙古女郎究竟是谁 老金说是他头顶上的一个VIP大boss 介绍了这个蒙古女郎给自己认识 希望自己能在经济上 造福这位蒙古女郎 因为老金经常收到阿旦图亚的骚扰短信 以及要钱的电话 小巴这个时候就劝说他说 不然就报警吧 老金说绝对不能报警 因为会牵连上头的人 老金还告诉小巴说 这个蒙古女郎就是个骗子 有轻易说服他人的本事 老金还为他在蒙古买过一栋房子 2006年10月11日 阿旦图亚再次造访老金的办公室 被小巴给拦下了 阿旦图亚给了小巴一张纸条 让小巴把这个纸条转交给老金 纸条上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写 让老金赶紧联系他 小巴再一次劝说老金报警 老金说不要报警 等他钱花完 他自己就回蒙古去了 在此期间 阿旦图亚曾经到老金 位于白沙罗高原的房屋前面 隔着篱笆破口大骂 让老金赶紧滚出来 小巴阻止无果之后 那次小巴报警了 在警局 阿旦图亚跟小巴说 请他转告老金 只要老金愿意支付那 50万美金的佣金 他愿意马上离开 小巴把这话告诉老金之后 同事还说 自己想从这份侦探工作中退出 老金为了挽留小巴 告诉了小巴一些秘密 老金说自己是在新加坡的 一个钻石展览会上 通过副首相纳吉认识的阿旦图亚 纳吉亲口跟老金说 曾经多次跟阿旦图亚 发生过不正当关系 但是自己现在过于副首相 不想再遭到阿旦图亚的骚扰 于是就让老金帮自己 处理掉这个麻烦 此后三人还在巴黎一起共进晚餐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 根据小巴的宣誓词 是纳吉先认识的阿旦图亚 在介绍给老金认识的 这个广为流传的版本 阿旦图亚和老金先在香港认识 后来被老金用作美人计 献给纳吉是有所不同的 2006年10月19日 阿旦图亚再次来到老金 位于白沙罗高原的住处要钱 当时老金并不在家 但是小巴接到老金的通知说 让他拖住阿旦图亚 直到自己的人来为止 在交谈中 阿旦图亚告诉小巴说 自己曾经被承诺 会得到一笔50万美金的佣金 作为一项潜水艇交易的酬劳 他说老金曾经在蒙古 给他买过一栋房子 但是这栋房子 被自己的兄弟拿出去抵押了 他现在需要这笔钱 把那个房子给输回来 同时还需要支付 自己母亲的医药费 阿旦图亚还说 因为自己的母亲是个韩国人 他和老金曾经在韩国登记结婚过 如果小巴实在不能让他 见老金的话 能不能安排他见见副首相纳吉 交谈了大概15分钟之后 一辆红色的小轿车抵达 车上坐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这两个男人正是谋杀 阿旦图亚的阿兹拉和西鲁 那个女人是马来西亚警署武长 罗汉尼扎 三个人驾阿旦图亚强行带上了车 这是小巴最后次见到阿旦图亚了 2006年11月 小巴以非法恐吓罪被警方给逮捕 被扣留了7天 在这7天里警方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 不断地录取小巴的口供 可是当小巴去给自己的口供签字的时候 却发现关于纳吉的那部分 全部都被删除掉了 小巴说在老金因教唆杀人罪被逮捕之前 他曾经和老金一起在律师的办公室里 老金说他已经向副首相纳吉发短信求救了 不久之后纳吉发来了一条信息 信息中说道 我今早已见过总警长 问题将会被解决 保持冷静 在宣誓书的最后 小巴说道 这份宣誓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当局 除了被起诉的三人 阿兹拉希鲁和老金之外 极可能还有其他人涉嫌谋杀蒙古女郎阿丹图亚 并且强调说 他作为一名曾经服役17年的皇家警察 非常肯定 如果没有接到来自上级的明确指示 任何一名警员都不会对一个人的头部开枪 或者炸毁他们的身体的 在小巴的第一份宣誓书爆出的当天晚上 纳吉就召开了记者交代会 在记者交代会上 他说自己从来都不认识一个叫阿丹图亚的女人 第二天早上更惊人的反转来了 2008年7月4日 小巴发布了第二份宣誓书 在第二份宣誓书中 他否定了第一份宣誓书中 关于纳吉的一切证词 并且说到第一份宣誓书 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写下的 然后小巴就从此人间蒸发了 帮助小巴完成第一份宣誓书的律师 觉得是有蹊跷 2009年11月 律师终于在新加坡找到了小巴 小巴说 在第一份宣誓词里面 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小巴说在第一份宣誓书被公开之后 他先是收到了纳吉太太罗斯玛手下的恐吓 问他说 你结婚了吗 有孩子吗 爱你的家人吗 如果爱的话 就乖乖地按指示行动 小巴被支付了130万美金 被迫发布了第二份宣誓书 从此一家人迅速被安排出国 那伙人当时告诉小巴一家人说 你们就当外出旅游几个月 马上就可以回来了 可是这一走竟然就走了五年 在这期间 小巴一家人辗转新加坡 泰国尼泊尔 最终来到了印度藏身 而这五年里也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2008年10月30日 由于缺少小巴出庭作证 沙阿南高庭裁决 老金教唆杀人的罪名不成立 当庭释放 2009年4月9日 阿兹拉和希鲁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死刑 两名凶手曾经回忆说 阿丹图亚在临死之前曾经跪下求饶 说自己愿意交出来一切证据 还说自己已经怀孕了 但即使这样也没能逃过一劫 至于那个孩子究竟是纳吉的 还是老金的 也没人知道 老金在被宣布无罪之后 就马上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帮纳吉撇清了一切关系 他说纳吉根本就没见过 也不认识一个叫阿丹图亚的女人 此时记者发问说 你咋知道 老金竟然一时语色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2009年4月 纳吉成为首相 只要纳吉当权一天 小巴就一天不能回到马来西亚 然而在2013年2月24日 小巴还是难忍思想之情回到了故土 并且含泪在机场宣誓 他第一份宣誓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壮举 小巴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短短20天之后 小巴突发心脏病去世 享年53岁 而随着小巴的离世 他对纳吉的指控也成了死无对症 值得一提的是阿兹拉和希鲁 曾经针对自己的死刑判决提出过上诉 2013年6月24日 上诉庭开庭审理两人的上诉申请 竟然于同年的8月23日判处两人无罪 不过马来西亚最高法庭联邦法院 在2015年1月13日推翻了上诉庭的裁决 宣判阿兹拉和希鲁两人的谋杀罪名成立 维持死刑的判决 希鲁在马来西亚最高法院宣布自己的死刑之前 趁机逃到了澳大利亚 后来因为逾气逗留 现在还被关在悉尼的维拉伍德寇留中心 而阿兹拉目前被囚禁于马来西亚的家允监狱 等待处决 2016年1月 深处维拉伍德寇留中心的希鲁 曾经发表视频宣称首相纳吉是清白的 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变天 纳吉下台 此时希鲁又声明说 如果马来西亚新政府愿意赦免自己的一切罪行 自己可以回国交代出来所有事情的真相 但是马来西亚政府拒绝了 2019年12月死刑阿兹拉突然发生 指控下令杀害阿丹图亚的幕后黑手就是纳吉 并且向阿联邦法院提交了案件的复审申请 获得了批准 原定于2020年4月20日临审 后来被推迟到4月28日 临审的结果目前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相信案件的真相 在很多人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了答案了 这样一场罗盛门背后的真凶 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 只能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